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23日晚 美国新冠肺炎求诊病例已经超403.4万例 新冠死亡病例超14.4万例 统计显示 美国从300万病例到400万病例 仅仅用时15天 随着美国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一些专家也对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提出了质疑 据CNN23日报道 150多名美国著名医学专家 科学家 教师 护士 和其他从业者签署了一封信 敦促美国尽快封锁国家 重新开始遏制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在23日发给特朗普政府 国会主要议员和州长的这封信中写道 对美国来说 最好的事情不是尽快重新开放 而是尽可能多的挽救生命 这些专家在信中还表示 预测称到11月1日 超20万美国人将失去生命 然而在许多州 人们还是可以外出喝酒 吃饭 理发 以及做许多其他正常 愉快但非必要的活动 现在美国多州都在努力 应对新冠病例激增 医院超负荷运转 高失业率 以及秋季是否开学等种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专家认为 唯一能让经济和国际安全复苏的方法 就是共同遵守一套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 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所必须的协议 他们在信中称 这些措施应该包括 每天进行充足的测试 以及测试每一个具有类似症状的人 另外需要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作队伍 来追踪当前所有病例 以及提供更多的个人防护设备 确保基础工作人员的安全 此外他还表示 全国范围内 所有不必要的业务都应该关闭 美国人应该居家隔离 除非是购买食物 药品 或者锻炼身体 呼吸新鲜空气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该强制戴口罩 专家们还在信中献议 禁止洲际旅行 以帮助遏制新冠病毒 这些美国专家还警告 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 继续走现在所走的道路 这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和死亡 与150多位专家一起起草的 美国公共利益倡导组织称 现在卫生专家们 已经提出了安全重启的标准信件 美国的决策者们 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了 目前宾夕法尼亚大学 哈佛大学 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 都有学者签署了这封信 还有越来越多的专家 正在加入其中 只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些专家的努力 可能会付诸东流 因为特朗普为了大选和经济 很难会听从他们的意见